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 你好 你好 今天除了我和袁醫生之外 還請到我們陸創意健康店的新同事Jacky 他會在我們中環麗晶中心12樓那邊幫忙 他是一位專業的激光美容師 他在美國有專業執照 他對於小朋友的相處是非常之有經驗 還是三個小朋友的媽媽 Hello Jackie Hello Hello 歡迎Jacky 你好我是Jacky 我剛剛從美國回來 在小朋友方面我有少少經驗 我是三個小朋友的媽媽 我的大家姐 她在美國開了很多間餐館 她有六個小朋友 我幫忙照顧她前面的四個 不是三個 所以對小朋友教育方面 也有少少經驗 不算少少 今天我們大家通常在香港一個兩個 不會有這麼多機會 看到這麼多小朋友的成長過程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最近香港發生了一些事故 香港很多在內地來的朋友 來香港有些小孩子 有時急趕的時候找不到地方 可能在街上就地解決了小便 其實這個情況 我們也有機會 都不太難 都遇過的 有遇過 不是一個很罕見的情況 但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其實不只是說個人生活的 習慣方面的問題 現在我們看到現在的小朋友 尤其現在中國的小朋友 是很矜貴的 政府的規例之下 很多的家庭只能夠有一個 也經常說 現在一個小朋友有六個人 除了父母 爺爺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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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公公 一個小朋友有六個大人 來照顧他們 但你知道 如果只有一個獨身的兒子或女兒 大家通常的傾向 都會過度 戀愛他們 如果看到 我會見到問題 大家有時都會看到 小朋友會怎樣 發脾氣 經常發脾氣 扭計 扭計 自私 自己一個自我中心很強 因為整個家庭都是為他獨尊的 所以你有時見到外面 有時我很多時候 去外國去旅行 旅行團裏面 也有時遇到這些家庭 父母 教育非常之高 我記得有一次 爸爸是美國的博士畢業 在美國工作 媽媽也差不多是碩士 只是一個小朋友 你看到小朋友 有時可以這樣說 簡單點是很危險的 危險到父母都不知怎樣去處理他 這個我們經常都很容易見得到 有時現在的中國 很多小朋友在外國讀書 他們的經濟能力差不多是好到很驚人 最近報紙都有提及 譬如在歐里根州讀書 歐里根大學 因為我自己的弟弟都是畢業的 那些學生差不多是全部買的最漂亮的跑車 哇 最漂亮的跑車 還有我自己的兒子在英國讀書 他也講了一個同學 這個同學每年六次回中國 每次都是頭等飛機回去的 好誇張 現在的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在一個很不同的環境成長 往往你會看到 他們成為一個怎樣的小朋友呢 可以這樣說 我們這次的題目 就是講早期教育 很明顯 小朋友的人生最重要是頭三年 一般的小朋友 一般我們都希望 小朋友做到一些什麼質素呢 至少我們希望能夠保持他們的 強烈的探索欲望 小朋友的探索欲望是天生的 一出生業沒多久 他就去東角西角 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當然我們能夠保持這種 這種求知的慾望呢 他們的專注力有沒有被破壞呢 他們的學習能力強不強呢 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會不會退縮不前呢 或是自己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呢 他能夠始終保持自信 健康的心靈呢 我們都希望 個人都希望 將自己的生物 培養成具有堅強的意志 他有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他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以及有良好的學習習慣 自信大方 善良勇敢 耐心快樂 以及有愛心的人 在這些質素呢 其實呢 最重要的是 審問仔的頭三年的時候 是非常之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在《自然療法院》這個節目呢 我們過去都講很多有關審問仔健康的問題 我們都很講 至少在我們的身體健康方面的免疫系統 那個完善方面很重要的 但是呢 在人格的健全發展方面呢 可以這樣講呢 我們過去都沒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我們最近呢 很幸運 在網上傳流了一篇頗好的文章 這篇文章呢 亦都是在 雖然是在 在中國的 在大陸方面的 他也都講到 有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以及很多誤區 我們趁這個機會呢 就跟大家 在這方面探討一下 好不好 好 好啦 那Jacky呢 曾經聽到 你除了自己的三個小朋友 也都幫了姐姐 照顧了四個小朋友的一段時間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你覺得父母教育的小朋友呢 其實最重要是要留意什麼方面 我呢 就認為一個家庭呢 教育統一是最重要的 因為 其實我自己都出生在一個大家庭裡面的 那當時我爸爸媽媽呢 都是雙職工 在大陸早期 在北方那邊的 那他由於 爸爸媽媽都要上班 那教育那方面 就交了給我婆婆 和阿公 那樣的 那因為我婆婆是 沒有文化的 她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的 那她的教育方式 和我爸爸媽媽的教育方式 不是很同 那有時候作為小朋友來說 我就不知道應該聽誰的 那同時現在我 在我身邊的朋友 親戚那裡看到 很多小朋友呢 在家庭裡面特別霸道 那背後的現象呢 是爸爸媽媽 就是他們教育 不知道 譬如爸爸呢 就特別縱容的 那媽媽呢 特別嚴格 那小朋友呢 當然會找到 誰包容她最多的方面呢 會好像找一個避難所 那樣的 那所以我認為 一個家庭 想教育好一個小朋友 首先 爹地媽媽 和 父母呢 首先 他們要增長多些知識 看下什麼 對自己的小朋友 什麼教育方式 才是最適合的 這樣會對小朋友 長期的教育 會有好處 那我也都看到 很多家庭呢 就因為對小朋友的 教育的 那個方法不同 那也因此而 爭拗 爭都很厲害 那好了 那我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般我們的 早期教育出現的問題 以及一般父母的誤區 那希望呢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聽這個節目 那了解了之後呢 那在教育 十文仔方面呢 可以比較一致一點 不會有那麼多矛盾 令到十文仔 是不知所從 那好了 那我們就跟大家說 我最近呢 就看到在網上呢 就傳流了一篇 挺好的文章 那它裡面呢 就講了十點 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也值得 跟大家分享 因為呢 可以這麼說啦 雖然我自己呢 都在外面呢 都想過一些特別的課程 那在我小朋友成長的過程呢 我都會特別去關注 看多多方面的書 那但是也都 這篇文章給我看到呢 其實原來 很多地方呢 我都不知道的 那看我才知道的 那第一方面呢 原來我要知道呢 新文仔呢 在零到六歲的時間呢 是存在了很多 各種的敏感期的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不明白 那個新文仔的敏感期呢 就的表現呢 就當它是不乖 而襲避它 那其實可以這麼說呢 是違背了新文仔的天性 造成他那些某程度上的 不開心痛苦 可以屈留下心理上的那些陰影 那原來呢 那新文仔在零到六歲的時間呢 存在各種的敏感期呢 所謂敏感期呢 就是說呢 在零到六歲的成長過程裏面呢 新文仔呢 是受了內座的生命力的驅使呢 在某一個時段裏面呢 是反覆做一種某種的動作 或者反覆學習某種的能力的 而是學習能力的 它是特別強的時期來的 那有時候呢 醫療形成一些敏感期呢 譬如我們所知道的 口腔的敏感期啦 手腿腳的動作的敏感期啦 語言的敏感期啦 細微事物的敏感期啦 那個肌膚觸摸的敏感期啦 爭咬和完美的敏感期啦 以及秩序的敏感期 數學的敏感期呢 甚至乎呢 是繪畫的敏感期喔 那大家都 即是都可能都 某個程度上都知道啦 有些審問仔呢 是 即是對某方面呢 我曾經所講的情況呢 是會出現過的 那但是我當然呢 我亦都沒有在一個 在一個 即是很科學地來的了解呢 哦 原來呢 審問仔呢 是零到六歲裏面呢 是經歷過這種這樣的過程的 那當然啦 第一個敏感期呢 大家都想到是哪一方面啦 後腔 出牙仔 我們很多時候呢 發言呢 審問仔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喜歡 將那些手擠的嘴那裡 拙手指啦 拙到手指起了枕啦 我自己 我記得我自己的兒子 當時都有這個情況的 那但是很幸運呢 我們又沒有什麼去做得 又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 那到這時候呢 他就沒有再做了 啊 原來是這麼簡單的 只不過是一個 後腔的敏感期啦 那到時到後呢 他就會停止的啦 那所以呢 我們審問大人呢 就不會經常說 哎呀 骯髒的 不要擠在嘴那裡啊 那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審問仔呢 會喜歡什麼呢 是看到一些東西呢 用口去嘗試一下 去舔一下 甚至將那些 即是不能吃的東西 都擠在嘴那裡的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我也都見過呢 有些審問仔呢 是整整把那些是分辨 都擠在嘴那裡 那當然呢 這是一種自閉症的小朋友 是本身有些問題啦 那一般來說 那審問仔 不至於去到這個階段的 因為始終 分辨不是那麼好味的啦 那我們看到呢 那審問仔呢 就是在這個期間呢 他什麼都會擠下去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們審問仔呢 就是大人都 有時候都不要去強硬去阻止他啦 那當然啦 擠下去的東西呢 就是要保證是 就是不要太骯髒啦 相對上是比較乾淨啦 那那 還有呢 就是最好呢 有時候呢 審問仔出用口罕去探索的時候呢 那都方便他咯 就是讓他順利度過他咯 那用了之後呢 他自己過了這個階段之後呢 他自己會戒掉的啦 那些也就是我自己的兒子 我記得他很清楚呢 他可能會戒手指 戒手指 都會有一點點窗的 但是不久他自己停了 那這樣 但是如果這個階段是沒有好好的過的時候呢 那審問仔呢 有時候會出現了 就是喜歡吃零食啊 吐口水啊 喜歡罵人啊 那其實這個是某個程度上呢 都是因為那個口腔的敏感期呢 是沒有好好過過的 現在休息一會 一會兒回來繼續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2-4848 网址3w.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回到第二节 愿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早期教育的问题 今天除了袁医生之外 还有Jackie在这里 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袁医生提到的口腔敏感期 其实与口腔敏感期重叠的 还有首的敏感期 在首的敏感期期间 小朋友可能会出现扔东西 或者拿着手 整天都挖小孔 甚至会打人 其实这些小孩子 从小孩子的角度来看 他们只不过是进行 一些手臂的肌肉练习的 所以我们做家长 就没有经常说他不乖 有些在香港 很多家庭会请一些工人 有时工人 怕着出错 都不让小朋友动 他们会过分保护他们 比如小朋友 想自己走路 或者想去用自己的手 去探索其他东西 这些工人通常都抱着他 我认为长期来看 对小朋友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有时小朋友 因为他们自己想学习 由于被人控制了 他们会很猛烈 他们会打人 或者怎么样的 我建议 自己作为父母 尽量自己去看着小朋友 多些时间陪小朋友 然后他们如果有些什么 求之欲 好奇心 或者他们需要进行 手臂肌肉运动的时候 尽量满足他们 否则的话 我自己有一个朋友 他的父母身体很强壮 他就特别蛇 蛇 他的儿子才四岁的时候 送到幼稚园 老师就发现 他的肌肉和其他小朋友不同 然后建议父母去检查 这个四岁的男孩 居然检查到 他的肌肉 其实是等于两岁小朋友的肌肉 后来跟家人聊天 才发现原来父母 基本上是不让儿子去玩 或者怎么样 他不舍得他 觉得他很可怜 比如小朋友走楼梯的时候 父母立刻把他抱起身 说哎呀 他就变成功了 父母抱你了 所以搞到小朋友 都没有什么机会 自己运动到肌肉 是的 刚才Jacky也说了 始终香港的家庭 父母一起要上班 所以看着小朋友的时间 会相应减少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在听了这一集之后 把你所学的资料 早点照顾小朋友的那些人士 不一定是家庭的那些工人帮忙 其实很多时候 是自己的父母 阿爷阿妈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最好 好像Jacky一早说 大家要有共识 不会有很矛盾的行为 令到小朋友不知所从 大家一明白了 学了之后 听了之后 如果可能听了之后 要再重复听 很容易的 做一些笔记 把这个资料 早点和照顾小朋友的那些人士 早点分享 我刚才说 所谓的敏感期 不是一个跟一个 很多是重叠的 有时两三个一起交叉出现 还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 就是小朋友 一直大的时候 就是我们称为 物权意识的敏感期 什么时候你会看到 小朋友进入物权意识呢 你经常会听到小朋友说 这个是我的 那个都是我的 什么都要抱着 就不肯和别人分享 甚至乎妈妈 爹地 他爱惜的 都拿不到他 很多时候 小朋友说 哎呀死了 这是自私行为 人的自私 大家都公认 有这种自私行为 但其实在这个阶段 小朋友这种行为 其实不要当成为自私行为 只不过它是一个所谓的 物权意识 开始出现的阶段 所以不要在这个时候 硬硬要改变这些责乱 反而就是要了解这件事 通常 他要通过这些物件的归属权的确认 他才能够承认 他自己和物品的关系 所以很多外国的教育家 经常都说 两岁审婚仔的哲学 就说 我是我的 什么都是我的 那我们都应该了解一下 这个阶段的行为 就不要胡乱 摄标签 说他这个审婚仔 很自私的 其实不是这个情况 那如医生认为 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小朋友 想要什么 尽量满足他呢 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通常的做法 就是要他肯定 就是他认为这个工具是我的 那他就要被他拥有 那当然了 很多时候 那个审婚仔 就会拿着一件东西 或者拿着其他人的东西 那一般的父母 尤其是当他发生在 其他朋友的小朋友 那他通常都会觉得 哎呀 好肉酸的 是不是 那会强确呢 就跟那个审婚仔 说你应该这样的 不要那么自私 应该就 就是和大家分享 那 其实审婚仔 当时的意识 不是这方面的 那所以 甚至乎 有些审婚仔 就直接 是将审婚仔 即真是这个审婚仔 自己的东西 是硬强拿走的 那就给了朋友 小朋友 那以事公道 那对这个审婚仔 来说 其实这个 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呢 如果这个玩具 真的是他的话 那这个是他的事 是他的物质 他是有权 不让人用的 那所以就不要 这个时候 就强硬和他抢 那我有一种重化 就是说 你跟审婚仔 说 这个玩具 是很好玩的 是不是呀 那如果 别人肯和你分享 你会不会很开心 那你觉得 你想不想 和这些物件 和姐姐 和表弟 或者表姐 分享一下 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我很多时候 如果你一种 这样的语气 跟他讲解 那审婚仔 都会认同得到 那没多久 他可能就会 真的会 轻轻地放下 那你看他面前 那让他玩一会儿 五分钟 不要玩那么久 那到时 你就要还回 审婚仔 可能五分钟都忘记了 那如果真的到时间 审婚仔 仍然是 很等着那件事 要回复回他们 也都应该要做的 因为都始终 在这个阶段 审婚仔 真的自己 审婚仔的东西 其实没有人 应该硬抢走 去把他分享给别人的 其实很多事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关于手脚的敏感期 我想补充说明 因为小朋友 在一岁到两岁之间 有些小朋友 已经走路了 有些小朋友 还没走路 可能很多家长会很急 有些小朋友 爬着的时候 家长就心想 是不是应该 给他们买部 学步车 让他们快点走路 其实快点走路 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 其实爬行 比走路还要重要 那袁医生 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以前 我经常都很强调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触呢 我几年前 我帮父母雜誌写一个专栏 讲自然医疗的 你知道小时候 香港经常有 那个爬的比赛 是收拾球场的 有一次他邀请了我去 做一个参观 当时我又不是评判嘉宾的 他参观去 我觉得很久没有去过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加拿大 做医生的时候 我都是做过这些评判的 我记得是做过这些评判的 也是审恩仔那些评判的 叫我提 那我也很强调 就是打针的问题 当然这种说法 一般人 一般的官方的机构 传统的主流机构 就不太欢迎的 但是总之我都照说了 我说了真相而已 好了 当时我发现到 原来很多审恩仔是很大的 但他们是不会爬的 其实很大的 但奇怪的是 他们不会爬的 他们就去企图走过去 我才看到 是很普遍的 香港很多审恩仔 是不会爬的 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成长期间 我们的神经系统成长期间 我们的身体的手脚的协调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协调 其实要经过这个步骤 所以很多家长就太过心急 就是常常以为 就学到一些 就是大过学到的东西 如果早就学到的东西就很棒的 结果就很早就不鼓励他爬的 当然了 香港的地方始终可能都不是那么广阔 不是那么大 那么他也都很多人想着 地下骚髒的 神经病会弄髒了 不卫生有菌 这么说这些问题 所以很多神经病在香港 是没有经过爬 就开始走路 其实结果发现 他将来大了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他的身体的协调能力是弱点的 是比较轮胀很多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 连个脑袋发展都会有问题的 我看回我小时候的照片 我都曾经坐过这个学行车 所以我小时候是经常跌倒的 都可能是这样的关系 在外国 学行车已经是禁止了 当然了 我不太清楚 当时他禁止的原因 当然其中我估计 就是因为学行差 其实很危险的 很多小银子是会扑倒的 一扑倒就知道了 小银子会碰到牙床 可能导致将来牙床受伤 会有很多牙齿的牙肉发炎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了解 在外国 西方国家很多次学行车 已经好像禁用了 我们记得我小时候 都经常见的 很普通的 小银子又想走 你又想某个程度上 就不想他接触地下 会做事 很多时候 自然就放在学行车那里 但原来 我们发现 学行这个步骤 是要他慢慢克服的 你不能做得太容易 你想他 我差不多 我走得 学行车可以步伐 可以快了很多 无意义 他以为他学行车会快了 如果你不准他 如果你不给机会 他自己学行 而是用学步车取替了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已经跳过这个麻烦 好像轻轻松松那样 就可以让小银子走 而且他会加速小银子走路的过程 但其实长远来看 会阻碍 很多小银子 进来的时候 手里面 应该有很多 蜜蜜蜜的零食 那小银子很多时候 就会拿来给你吃 就是他要分享 很多时候 大人就觉得 哎呀 通常大人会问 可不可以给我吃 但是小银子真的给他 他就说 哎呀不是呀 我是哄一下你的 我们叔叔不喜欢吃 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我通常遇到小银子给我的 我通常就拿来 我这样在他面前 真的在口里吃 我自己的儿子给我 我直接从他口里 从他手里拿出来 跌下来手里也无所谓 因为你知道 自然医疗认为 细菌是不是致病的 病毒不是致病的 真正正病是 物先附有重生的 所以当小银子 分享一些东西给你的时候 千万不要拒绝他 就算你说 你怕他手握的东西 不干净得好 你都拿了回来之后 是慢慢地收拾他 就不要在他面前 就说 哎呀我不要啊 这样拒绝他 这个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现在已经是 慢慢地克服那个 物权的意识 他开始肯和你分享的时候 记住 这个时候 尽量 接受他给你的东西 不要担心 哎呀 不肯吃 现在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继续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3个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回到原网台的《自然了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早期教育的问题 我们曾经说的 原来一个小孩 是0-6岁有很多敏感期 到3-4岁的小孩 开始进入所调缀 完美 争拗的敏感期 那时候你会看到 一个大人家里有很大的饼 他打算开始切开 切了小小块 就给个小孩 小孩会突然感觉 他哭不肯接受 一般人的想法 这么大块饼 你又吃不完 和大家分享 我们猜不到 一般以为是小孩自私 原来不是的 原来这个是小孩 好的时候 我们叫做完美的敏感期 她的宋文仔觉得要很完美的 一个好好地靓靓的 圆的饼 被你切到碎了 圆美主义 他那时候是一种表现的 还有其实宋文仔5-6岁 有时候叫做崇拜 或者被崇拜的敏感期 那时候可能很喜欢人赞他 或者不喜欢你听赞别人 这些这样的经历 我们最重要的宋文仔 能够顺顺顺利利 自然的度过才能够保持健康的心态 这个就是大家是很用得着 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是 我们通常都犯这个错误的波 很多时候大人都会很早地教小朋友 去怎样做 其实小朋友是不需要教 应该示范给他们看的 那譬如有人跟小朋友打招呼 那他不应 那其实大人应该就 代小朋友立即回应 譬如说 阿姨你好 或者拜拜 那就等个小朋友可以 学习你的语气 或者是怎样说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宋文仔大人 如果大人和宋文仔才打招呼 通常宋文仔没有说 大人就觉得好像没有礼貌 通常叫 为什么不叫阿姨 为什么不回答 为什么叫阿姨 这个就是一个给宋文仔的压力 有时候你不需要 你就在他面前做给他看 阿姨你好 阿姨再见 多谢奶奶 我吃过 这就叫示范 就不是教了 所以有时教小朋友是一种患者 不可以说什么都帮他 或者怎么样 因为如果你太心急的时候 反而被小朋友 心理造成了压力 就像小朋友18个月左右 通常他开始学习 他手脚灵活的那些 开始练习着鞋子 有时他通常会练习 好像在为我们的大人 我们就千万不要跟他说 我们经常会犯这些错误 就说错了错了错了 左脚也不对 为什么有没有搞错 教了你这么多次都不行 这些语气其实帮小朋友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其实作为父母 就说给他听 示范给他听 就是示范给他听 你或者试一下两只孩子 交换一下 看看会不会更加舒服 如果用这些轻松的语气 因为小朋友没有什么压力 他慢慢会学习 学习是一个过程 我们作为家长 是需要有耐心 给小朋友慢慢学习的 还有很多时候玩玩具 当然有很多玩具 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实验是真的要慢慢摸索的 但是有时候 你大人买了玩具回来 实验未懂得玩的 但是随时就做给他看 教他玩 玩对的方法 其实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要很强调 大家要探索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小朋友所学的东西 全部都是因为大人教对他 教懂他做 他才懂 那将来有问题 将来如果没有人教他 那他永远都学不到 其实我们现在很强调 其实小朋友学的东西 对的方向要自己摸索出来 就不是大人是很快就教对他 这个是一个很常犯的问题 因为始终大人觉得 哎 免得什么这么辛苦 我犯的错误 一般都是想的 我失败了 那我不想你再失败了 很多人生经验 会用这种口吻去说的 但是始终 很多东西 自己不经历过 是真的很难学的 很多学的东西 都是由自己的背景 自己过去经历 再加一些新的东西 再去摸索出来 所以任何的正确的方向 其实最重要 都是让个小朋友 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调整 最终最终的对的方法 是自己摸索出来 因为这个摸索的阶段 是我们要训练他 就不是我们一早教对他做的东西 全世界上要学对的东西 真的实在太多了 那小朋友不是一定有人 从旁可以指点他对的 那如果小朋友 骂情绪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我相信一般人 都是不喜欢 经常听到哭哭啼啼的声音 但是我知道 喜怒哀乐惊恐悲 其实都是人的正常情绪表现 当什么哭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大人都会说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那就是一种好像很不耐烦 很负面的对付这种情绪的释放 那这个就是令到他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哭是宋子的内心矛盾和冲突的释放 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大人只需要好好的摸摸他背部 第一句话 他说OK啦 宝贝爸爸知道的啦 或者妈妈知道的啦 刚才发生什么事 让他哭啦 我知道你非常难过啦 妈妈了解你 哦宝贝 我知道你跌倒了 那还有一些听到了 是不是呀 那我们叫做共情 或者英文叫empathy 其实很重要很重要的 第一我们要表示我们明白他的感受啦 他的那个悲伤呢 其实是他调整他的情绪的开始来的 他初初就会这样反应的啦 那所以呢 你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一定要讲啦 妈妈知道你不开心啊 那这很重要的 那这句话呢 一讲他就会很快就会开心的啦 第二跟着要讲啦 妈妈很爱你 妈妈很了解你的 这样的 那跟着呢 你或者和宋贝 宋贝就跟他配合三次的深呼吸啦 那不如这样啦 我们大家深呼吸 每一次呢 将不开心的东西 吹他出去好不好啊 吐他出去好不好啊 那这样 那其实可以让宋贝 开始学这些这样的 就是控制情绪的方法的 那相信呢 如果你能够做 学到这样东西啦 宋贝学到这样东西呢 可能眼泪未干呢 已经走出去找别的样子了 是啊 这个共情真的很重要的 有几次呢 早上我听到 我儿子哭得很紧要啦 我儿子十五个月 那些工人呢 就尽量满足他啦 给他一些玩具啊 给他一些食物啦 那他他会更加生气的 他将一些食物打得很软 一巴掌打得很软 那接着我呢 我呢 立刻出去看看什么回事啦 那见到他在那里猛狂的 那我就抱着他啦 那就一色一样 就像和原生说的那样 那抱着他 轻轻拍下他的后背 摸一下他的背部 说 哦哦 知道啦 妈咪知道你不开心啦 妈咪知道你不舒服啦 一说完 他立刻抱回我 还要拍下我的肩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情 都挺紧要的 就是让他知道呢 他不是这么孤独 他有人了解他 理解他 这样 所以他立刻就已经 整个人平伏了那些 平伏了那些愤怒 是的 那就是这个情绪呢 就是 这个内心的情绪 是很紧要的 那尤其是呢 我们有时候 对那些男孩 是不是 那常常 男孩不应该哭的 是不是 甚至男孩哭的时候呢 他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更加很容易去阻挡他们的 那你发现呢 如果经常的情绪被人阻挡呢 到慢慢你长大的时候呢 他有些什么不开心的事呢 他都不会释放 当然呢 也有开心的事也不会表达的 那很多时候 在那个婚姻关系里面呢 他有时候呢 或者叫太太啊 或者丈夫跟你说一声 我会爱你啊 那很多人都好像难说的 其实就是中国人 没有这种这样的文化呢 他有时候他真的说不出的 那很多时候呢 他会慢慢地呢 这个男孩结婚之后呢 就没办法跟那个妻子呢 进行良好的沟通的 那进而呢 影响那个婚姻的质素的 那你自己想一下吧 那自己想一下 如果你想不想 你小孩装来婚姻呢 是因为这件事而不幸福呢 你会不会再祭祀你小孩哭呢 那不如呢 就无条件接受他的悲哀 因为小孩的男孩哭 不是一个刁面的事来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就是嬷儿子啦 嬷儿子很常有的 那我通常一见到呢 就十万火急冲过去 来啦来啦来啦 不要再说了 你那种所谓身体的语言呢 给他嬷儿子的感觉到 好像有种灾难啊 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啊 那这个其实呢 小孩已经很容易感受到的 那应该用一些 轻松平和的语气说呢 哦 是不是饿了 妈妈来了 那一起呢 就OK 如果小孩拿着这些 不肯妥协的时候呢 那你应该说呢 好啦好啦 不要就不要啦 那现在不要啦 那我就等人家先做啊 好不好啊 那用这种这样的方法呢 令到嬷儿子去控制 他的哭闹的情绪呢 这个是非常之非常之重要的 为什么两三岁的小孩呢 那么喜欢打人呢 那很明显呢 攻击的行为是 达到嬷儿子必经的成长的路程来的 那尤其两三岁的嬷儿子呢 那一出现打人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大人都通常呢 就会说 就是不要打人啊 为什么你要打人啊 那么其实这个没什么意思的 因为为什么嬷儿子会做这件事呢 他可能呢 他是想吸引你注意的而已 OK 那么你现在这样跟他说 那么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吸引到你的注意 吸引到你的关怀了 其实大多数的时间 嬷儿子打人呢 就是因为嬷儿子 主要是 口手脚的敏感期 那么那时候呢 他用 就是惯了用口手脚来探索这个世界 还有认识的市民 还有你一探索他周围呢 那么当然包括他自己的身体啊 那这样出现了咬人啊 打人啊 踢人啊 这些这样的攻击的行为 对不对 嗯 尤其是男孩呢 我觉得 就是在成长过程之中呢 男孩打人的机会 好像多个女孩那样的哦 是啊 那么当然 那一个原因呢 就是嬷儿子 就是未曾掌握到 人际互动的关系 他不能够拿语言正确表导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那么情急之下呢 就很冲动地拿身体来代替了 对不对 那就是他只是可能说呢 你不要挡住我啊 你不要搞我的事啊 那就是其实他想说我的 但是他说不出了 对不对 那么就拿身体意愿来表达了他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一定要了解呢 那审人仔有时可能严重缺乏的安全感 那来到通过攻击人家是输出一些不好的情绪 对不对 那么大人要做的最重要就不要标贴他了 不要说这个坏孩子啊 打人啊 也都不要强化打人的时候 就是总之不要强化他了 他打人的时候当然了 可以发败手手 跟对方的家长啊 审人仔道歉 那就是 即是立刻把审人仔抱住他了 就不要让他继续这些攻击的行为了 平静地离开 我记住平静地离开 那么在调整一起的时间 就充分给他安慰 这个时候呢 跟审人仔说道德道理是没有意思的 那么有些人都 就是 我记住刚才说 有时候那些审人仔 你见到在学校有什么方法呢 遇到的情况 是的 在学校的时候 通常这些两三岁的男孩 就是多数发生在男孩身上 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 那些老师都会跟他解释 哇你现在打了人 别人哭了痛的嘛 那如果别人打你的时候 你和你开不开心嘛 那通常 如果你讲一些道理给他听 可能第一次接受不了 那么多几次 那些小朋友都会接受到的 不过总而言之 这个过程 我们家长知道 他是成长过程之一 就不用那么大惊小怪 那么最重要 就是等他顺顺利利到过这个阶段 那么很快他都会停止去打人的了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 回到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早期教育的问题 有很多家庭客人来的时候 就要叫小朋友去招呼客人 唱首歌来听下 跳舞来看下 其实是很不尊重小朋友的 有很多时候 把新闻仔当作马戏团的意义 其实说真的来说 你自己也不喜欢做这件事 肯定大部分人都不会喜欢做 我告诉你 我曾经有一次 我生日 我在生日会那里 吃饭那里 我有个朋友的女儿 她是歌手来的 她都不会在我生日那里 唱首歌 那女孩多少岁啊 大人来的 二十多岁了 有时候我都觉得以前挺奇怪 她自己是个歌手来的 我生日那里 反而她不会唱歌的 其实我想一下 大佬 她平时工作上 常常要唱歌 在一个轻松的家庭的聚会里面 她真的不想表演 她完全不想做这件事 何况 一个小朋友 平时乖乖唱歌 突然间叫做这件事 她真的 她是很不乐意做的 有时候你见到小朋友 平时她没有人的时候 她其实是很享受唱歌的 或者跳舞 没有人的时候 但如果很多朋友来的时候 父母硬硬强迫她 在众人面前 去做这些事的时候 有时候会懂得其反的 搞到她 后来对唱歌跳舞 都没有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 小孩不是马戏团那些 动物仔 所以不要强迫她们 去做这些不开心的事 是的 至始终小孩来说 你是一个很高大 高居成两三倍的人 我通常跟小孩交流 应该是蹲下的 大家眼对眼 就是眼线 保持平衡 自己介绍自己 才问小孩的名字 我是某某人 我是阿姨 我是林老师 很高气认识你 可不可以告诉你你的名字 他说第一次见面 不要随意接触小孩 因为小孩不喜欢你捉摸 你去捉摸她的时候 她身体上已经不太喜欢 所以大人 如果第一次见到小孩 第一 你就要跟她的目光平衡 不要高高在上 你也跟她说话 蹲下来跟她说话 这是一个大人的修养 很多时候中国人不是 没有人的头殼 我记得我在泰国 大家有机会 那个导人跟她说 你泰国千万不要摸什么的头顶 因为她觉得很大忌 可能天灵盖 大人不应该随时摸什么的头 但是中国人很流行 尤其是中国人的长辈 看到小孩特别有面猪灯 还要摸一下面猪灯 那些小孩很反感 就一巴掌打过去 我小时候被人摸得多 你小时候很肥 面猪灯 你记不记得当时的反应 只有无奈 从来没有觉得开心 不开心 你还记得 有时很奇怪 我女儿的面猪灯很大 虽然她十岁也有人摸她的面猪灯 她就很生气 有时会打回头 反应很激 因为她很不喜欢被人摸 她的面猪灯尤其是一个陌生人 她不知道她在搞什么 是的 所以这件事 大家真的要明白 因为这个是中国人常犯的问题 我见到沈文仔喜欢摸摸她 拍摸她的头 摸她的头 摸她的头 摸她的灵盖 其实沈文仔 大部分沈文仔真的很不喜欢 陌生人突然来捉摸她 有时 沈文仔做到一些不好的事 很多时候大人会附和她 知道吗 是的 我的儿子是很不乖的 就是这样 附和别人那些批评 其实中国人很多时候 就觉得 很谦虚 懒谦虚 是的 中国人有时 你同样 是父母接受别人的赞美 有些人会说 哇 你的儿子很聪明 或者怎么样 如果是外国人就说 多谢了 中国人通常都说 不行的 很笨的 因为中国人是有一种 謙虚的那种传统 但我觉得应该改变一下 因为小朋友 这样对 常常给一些负面的东西 小朋友 其实不是那么好的 是的 我们很多时候 不知不觉 就传递了很多 有些负面的消极的信息给小朋友 对不对 就是像小朋友所说的 通常他们都是 哎呀 他是这样的了 胆小到死的 就是加强了他当时那种 可能是害羞的行为 对不对 他不开心的行为 通常大人在人面前 就会这样说 哎呀 他是这样的了 他不喜欢吃饭的 就是常常有很多负面的信息 就加强了他 就是加强了他 那审婚仔肯定 越来越小胆 越来越不喜欢吃饭的 这个是自卑 会产生自卑的长期 是的 中国人是很容易犯的错 这个是在外国的教育 审婚仔反而是很不同的 他们不会强化负面 通常他就接受了 通常是赞他的方法 OK 那譬如有时候见到审婚仔 审婚仔我玩千秋 特别勇敢 你知不知道 我保保今天就吃了很大碗饭 这种感觉 审婚仔的心理传递一种信息 妈妈说我勇敢 我明天更加勇敢 妈妈很高兴 我明天再吃大碗饭 其实是这种积极的暗示 能够直达审婚仔的潜意识 影响更加好 千万不要威胁审婚仔 你再做我不要你了 这是中国人想做的 虽然大人想不断吓他 但是不知道审婚仔会怎么想 审婚仔可能真的觉得你会这样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记得我自己有 我自己的儿子也有一次 很小的时候 他就很有趣 他有点不开心 那他怎样呢 就是收拾了一个书包仔 开门 就是离家出炒 离家出炒 但是有时也算了 甚至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他真的不是伤心到离家出炒 他真的不是伤心到离家出炒 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也试过 走上天盘蹲一会儿 就很快就回来 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不要强化他 接受了就算了 你想说的就说 你不想说 也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其实很重要是这件事 尽量就不要把那些负面的东西 是超级的信息 是不断加强比较十分仔的 小朋友说话那时候 不要用叠字 最好 都是用大人的语言 跟他去聊天 那不会令到他们那么混淆 可能至于两岁多的时候 他都会分不清 哪些是正确的语言 或他们会用的話 小朋友要用的字眼 他們叫做 奶� 姆嘉 吃呢 麻 很多时候 当小孩说话 这么个厄 SU 现在的 现代教育 都发现 其实我们不需要的 是不是 小孩说你跟他说话 就像诚言人 представля 就是你正确是这样说的 其实宋文仔第一次就应该这样说 这个宋文仔很快就很容易掌握得到 你不用模仿宋文仔说的 说一个正确的语言 我倒杯水给你喝 就不要说 妈妈倒杯水给寶寶喝 这个是不需要的 是你的是你的 当宋文仔说错的时候 大家都不要大笑 来笑个宋文仔说错 这个我说的是对宋文仔 其实对所谓大过的宋文仔 其实很多时候 有些人说法 就不应该宋文仔教一些 关于圣诞老人的神话故事 这些大家明知是错的讯息 这个地球就是这样 有时候这个地球很丑恶 不应该将地球的真相给宋文仔 我就完全不是这样看的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很多资料 我很早就跟我的儿子谈了 那当然呢 譬如说地球的贫富的问题 贫穷的问题 贫穷的问题是万乐之源 贫穷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 只要将免费能源放出来 那现在的医疗问题 因为我们的医疗是没有选择 那些大人呢 就是一般人 只是单独用那种医疗 而其他的治疗医疗 我们就不会采用 其实我和我自己的儿子 他十多岁 我已经说这件事了 那我最近的儿子就很笑了 那他反应给他听 他有时候在学校 和同学大家讨论的时候 那他有些人笑他 那我明白 为什么他笑他呢 因为他不能够很清晰 解释到给人听 自然医疗是什么 就是他未曾去到 去深入去了解 始终呢 他现在的学校 也不是一个很差的学校 那其实呢 如果他能够了解 很清晰 了解自然医疗是什么 同学了解什么 那他能够很有系统的解释给同学 我相信同学是不会笑他的 是 就是很明显 他当时他认识的程度 未足够 未能够很清晰 是将这个医疗的概念 自然医疗的概念 就是说给人听 那在某个程度上 有时候我和他讲解 就是外星人 那个免费能源的问题 地球的灾难 很多很多 就是其实这些 是一般大人都不明白的东西 其实我认为正确的东西 一早给10元仔知道 不好的 他有一种错误的世界观 接着到他大了 才重新再学 这个就很悲 是 那BB仔也是这样 不应该 要不要讲完BB talk 是不是 到大了 他还要讲成人talk 那就应该 这个是值得 大家是值得要留意的地方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 回来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早期教育的问题 你们觉不觉得 中国人的家庭 是有很多规限的 对那些小朋友 都说要遵守规条 但其实他们去到某一个时期 就是专门要违反这些规矩 就是说到处都看到了 这个社会的碟碎方面 但是遵守人是寥寥无几的 那为什么呢 是不是中国人天生不守规矩呢 或者我们的教育过程里面 就是不是经常讲规矩的呢 肯定不是我们天生的 那就是我们 那么多年来 我们经常去外国生活过 或者去旅行过 那你能看到 其实真的有很大的分别 比如很多国家 比如在祖延 我们去外国的时候 看到那些人买报纸 有些时候 你当然可以有一个箱子在那里 你扔了钱 打开箱子拿一份酒 但是你可以拿几份的 当然拿几份是没什么用的 但是有些地方 那些报纸是在那里的 连钱都是开放的 是吧 哇大哥 那些钱箱都被人拿走了 是吧 我记得我最近去英国 有些人需要去超市买东西 那这只是香港地方 你买东西 很多人会服侍你 那他们就去帮你帮你帮 帮帮钱 那去英国 原来没有人做这个东西的 那我又看见 在出口的旁邊 有些人是自己在那裏 自己在那裏 是自己在那裏 好像自己在那裏 然後自己用信用卡 哇 這個真的 我都不懂做 自己用信用卡 完全不知怎麽搞 但是 你看到很多國家 例如德國 那些地鐵站有沒有人看票的 其實沒有的 當然香港的制度很好的 你製那個八達通 那它才會開閘 但其實有些國家差不多是很開放的 是啊 不需要人檢查票的 這個情況就是 好像西方國家和我們中國人 其實是很不同的 那為什麽會是這樣呢 有些人說 我知道中國人很喜歡做 接受的挑戰 是我們的聽不聽話 遵不遵守規矩 是我們的底線 是吧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這種 文化的差異的地方 其實最緊要說 遵不遵守規矩這件事 不是說你靠出來的 其實我們想大家了解 其實不是你靠出來的 遵不遵守規矩 所以這種行為是要自發的探索行為 你覺得這個世界的秩序 我們想這個世界是有秩序 如果世界沒有秩序的時候 會很亂 可以說是一個很混亂 一個很不可取的現象 我們在發展內心 我們去做 這些這樣的紀律 我們叫做內化 這種內化的規則 才會隨著審婚仔終身 不是你叫他做什麼 叫他做什麼 就會做得到 那很多時候 中國人遇到有些情況 譬如有玩具 最簡單就是 那個玩具 可能有些朋友 他審婚仔來到你家 那他審婚仔想玩他的玩具 通常審婚仔可能未必肯 但是很多時候都會說 唉呀 這麼小器 人家是嚇人 為什麼不讓人先玩 但是要記得 審婚仔 第一 沒有這個概念 就是道德概念 審婚仔 就是要嚇人 不嚇人 這件事是我的 那我不應該給他的 譬如有時候 我們外面去玩 那可能 那個遊戲規則 就是先到先行 誰拿到這遊戲 就先玩 那有時候 我們審婚仔 自己審婚仔 他可能 規矩上 是應該他先拿的 是應該先玩的 那就不應該 是強硬 將他 拔走了 讓給別人 那要尊重 你也要保護 審婚仔的 就是那個權利 應該是他 就應該這樣 那你寧願跟他說 就說 你玩了 你先玩 因為你才拿到 我也明白 但是你玩了 一會兒之後 就可以 你玩完了 就可以讓給其他人玩 這樣 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 你可以把其他的玩具 給他 來跟其他人交換 千萬不要集麻 你小器 小器 小器 這些情況 那 相信大家 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 這些資料 那 大家都會承認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是在某些地方 都是犯了錯的 就是不自覺地犯了錯的 Tekky 好像最近說 剛剛看了一本 挺有 挺有 好的書 那是哪一本 書來的 英文名叫做 Wish You Happy Forever 就是 希望你永遠幸福 那 說的是一對 美國夫婦 是作家來的 他們就 命運安排 他們去中國 修養了一個女生 是發生在1997年的事 那這個女生 剛剛她還沒修養之前 中方那邊就告訴她 哇 恭喜 我們修養這個女生 又健康 又聰明 又活潑 這個女生 其實是17個月大 當她們回到大陸的時候 一看 第一眼看到這個女生 女生還沒出現的時候 她已經嗅到 周圍的孤兒園 一陣發霉 和一陣尿味 她覺得 這個女生一出來的時候 她們兩個都嚇到 這個女生眼大大 其實是漂亮的 不過很髒 身上的衣服已經變色 黑蒙蒙的 最可怕的部分 她才17個月大 但她仇眉緊鎖 17個月已經懂得皺眉頭 其他沒有表情 只是懂得皺眉頭 然後拿回美國之後 幫她檢查身體 各方面 發現她的肚子裡 有很多寄生蟲 其實 她們認為 沒有什麼希望 改變這個女生 因為這個女生 是無依無求的 17個月 除了吃東西 好像搶食 其他的時候 她沒有什麼 對玩具 對其他東西 都沒有興趣 這對夫婦 就想 還有沒有機會 這個小孩 是否從此 已經被傷害了 沒有機會再救回她 但是這個媽媽 就很有愛心 媽媽和爸爸 也很有愛心 花了很多時間陪她 買了一些玩具 和她一起讀書 特別是每晚 睡覺前 都抱著她 讀一些故事 給她聽 後來 在三個月之後 已經發現 有奇蹟出現 這個女生 已經開始找媽媽 之前她是無依無求的 後來三個月之後 她到處找媽媽 如果她不在 去上班 她就會找媽媽到處找 後來開始 表達她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開始有求之欲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其實 我覺得一種愛 如果你父母是一種愛 遲早這個小孩 都會被你感動 就像這個小孩 現在她入了一家名校 畢業者 是啊 畢業了 這本書是一本 paperback 大家有機會 可能在圖書館也看到 借得到 Wish you happy forever 她的作家是Janny Bowen 還有Jacky 以前我曾經聽過你說的 你的大女兒是很聰明的小孩 有一次你做了一些事情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聽到 覺得很驚訝 你做得非常好 發生過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我的女兒一歲的時候 我爸爸已經教了去唐詩送詞 一歲都會背 我爸爸說見過這麼多小朋友 從來都沒見過這麼聰明 我這個女兒聰明得來 有時候做父母的壓力都有點大 因為好像我女兒兩三歲的時候 已經要求多多 好像別人滑梯一樣 我陪她去玩 她看著媽媽 看得入神 然後就走過來跟我說 媽媽 你有沒有看到剛剛芝麻梯摺下來的媽媽 一直在陪她 她摺摺摺 媽媽想去陪她 她摺下來媽媽又陪她 我女兒對我很不滿意 她說 為什麼你不可以像那個媽媽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也不公平 因為每個媽媽都不同 加上那些媽媽 可能是全職媽媽 看著她有精力 我自己又要做事 又要看著兩個女兒 其實對於我來說不太公平 當她長大時 她的訴求更多 她經常說 別人的媽媽比我好 當時我想 如果她既然對我這麼不滿意 我就說了 她的名字叫Ashley 我說Ashley 你不用怕 我說這個社會給每個小朋友都有第二次機會 當你八歲的時候 你有權重新選擇你的媽媽 我這樣跟她說 我說不如這樣 你現在開始選擇 你選擇一個最優秀的媽媽 然後八歲的時候 你就可以換了媽媽 做你自己的媽媽 她就想了 想了 然後翌日回來問我 如果我選了別人 你怎麼辦 我就跟她說 機會是相等的 你選別人做媽媽 我從現在開始 選一個我認為很好的女孩 做我的女兒 後來到八歲的時候 有一天 她很緊張地過來跟我說 她說 媽媽 我想放棄這個選擇 我可不可以選你 我說 為什麼 我說 你選了我 我這麼多事情都令你不滿意 如果你選了我之後 你放棄了機會就沒有了 然後我女兒說 不是啊 我真的想選你 我說 為什麼呢 什麼需要你選擇我呢 你當時很不滿意的 Ash 跟我說 其實她看到其他媽媽表面是好的 有時一轉身 她也看到媽媽打小朋友 有一次她去別人家 好像睡覺的 她說 看到媽媽本身是很完美的 看到媽媽其實很小聲說粗口的 後來她選擇了 也是選擇了我 她要求 媽媽可不可以我們決定 如果我不選擇別人 你也不要選擇其他小朋友 我說 你也很不完美的 你又不聽我說 還有很多時候你博眼 有時很生氣的時候還會撕我 她說她以後都會改變 那以後我會做回母女了 她這樣說 哈哈 哈哈 OK 其實在今時今日 三文仔當然是我們說 未來的主人翁 我也希望我們這麼辛苦苦 抽大家三文仔 會成為一個很開心快會健康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 始終我們做父母 從來沒有什麼機會學到 沒有正式或者有什麼渠道 讓我們學到 做一個更完美的父母 剛才Jacky跟大家分享那本書 其實就算很多時候 十文仔你以為 她可能已經破壞了 但其實不會太遲 任何情況之後 我都可以學習 是怎樣 是用一個好的方法 是令到我們的 教育的三文仔 是令到她成為一個 社會的動良 健康快樂的人生 好的 我們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袁醫生 謝謝Jacky的分享 如果想和Jacky分享一下 小朋友的經驗 可以去中環的陸創意健康店 皇后大道宗88號 麗晶中心12樓找她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一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回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入我們的網址 3W.SOURCEWADIO.COM 謝謝兩位 拜拜 OK 拜拜